这两天 同学传个信息告诉我 说有一些地方呢 有谣传 说净空法司有了神通了 有预知实质了 我告诉诸位这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我有些话说的时候 他们错传了 是越传越古 讲到居足总持 八千三昧 我们得把这个话澄清一下 现在这个世界 有灾难 你们知道的都比我多 因为你们看电视 你们看报纸 你们天天看到 大家晓得我不看电视 我也不看报纸 我的这些信息呢 都是一些同学 大多数从网络上下载的一些重要的新闻 给我看看 我在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告诉我 我每天都是过的太平日子 要问我这个世界 很好啊 没事啊 天天天下太平 无忧无恼啊 告诉我这些事情 对于一个真正修行的人 不是坏死 是好死 佛法里面 头一个 要破边界 所谓边界 就是对立 祸福 就是两边 在佛法 两边是平等的 没有对立 众生跟福 是平等的 圣福 不二啊 换句话说 生死 不二 凡圣 不二 即兴祸福 也不二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 是祸 是福 在乎自己 一念 不在外面 尽洁 都在自己 一念 一念 就是福啊 一念 迷 那就是凶啊 吉凶后福 是从 倔根 迷上 来决定 那我们 修福 一定要 求 这听说 有灾难 我们 我们 要提起 高度的 警觉心 认真 学乎 放下 万元 专修 净土 灾难 是属于 工业 我逃不了 这个工业 我也不 不经 不布 也不慌张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是提早 到极乐世界吗 好似啊 所以说 有人讲 2012 这个电影 我也看过 那我也曾经 给一些同学说 我们把 念佛 往生 净土 这个功夫 一定要在 2012 那个年底 完成 这好似的 如果我们 在这个 树之内 我们就往生 我们不在 这个树之内 那我们 要发心 救度 一些 苦难 众生 要帮助 众生 破灭 开悟 历苦 得 落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做 用教训 社加摩尼佛 当年在世 教了一辈子 三十岁开悟之后 教到七十九岁 远吉 经上记载的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没中断过 帮助自己 教学 教学相当 帮助别人 也是教学 自行化 他用一个方法 所以 世加摩尼佛的身份 是职业老师 我们都认识清楚 他除了教学之外 他一生没做别的事情 这是我们应当 要向他老人家学习的 所以并不是 欲知识知 是我们 有这么一个缘分 应该是 这个 知道 客期取证 把这个时期 我们自己定 要在这个时间之内 把我们的功夫做好 也就是 真正彻底放下了 真正念到 与佛相应了 这个 这个功夫 简单的说 心里头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念到这个功夫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一般状况讲的时候 随时可以走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想多住几年 也一点都不该死 我们为什么不干 对于这个时间 没有意思 好留念 在这个时间 住一天 就要帮助 众生 为他们 佛物一天 这个佛物 就是教学 教学能保住自己 不会堕落 也就是 保护自己 不生妄想 不生烦恼 这真正保护自己 也能够理解众生 念安全其美的 好方法了 感谢核อ�icias 感谢核 我们 espero 感谢核